有谁会想到这趴在地上的人居然是贝利亚奥特曼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来看看吧 贝利亚躲在大山里吸收黑暗能量 眼看能量就要吸满了 他马上就可以去消灭人类了 就在这时 只见一个巨大的火球冒着龙烟直接向他飞了过来 贝利亚当时大意了 没有闪直接被砸了个扁 这球是哪来的呢 原来小赛罗和小奥特曼们在踢球 结果小赛罗一脚把球踢飞了 球飞了半个地球那么远 直接砸中了贝利亚 认为小赛罗6的就扣三朵鲜花 贝利亚又跑到了月球上 吸收星空中的黑暗能量 等有了能量去地球消灭人类 就在这时 一颗炮弹飞了过来 结果他当时又大意了 没有闪 屁股就被炸冒了呀 这炮弹究竟是哪里来的呢 原来小赛罗在地球搞训练 随手发射了一颗炮弹 结果就打到了月球上了 郑重贝老黑的屁股 他的计划又被破坏了 认为小赛罗厉害的就扣666 被老黑真是郁闷极了呀 小赛罗简直是他的超级克星 于是他开着飞船来到了火星 飞船刚刚准备降落 突然几个光球就打了过来 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更不用说闪 直接就是灰头土脸 飞船也狗屁了 原来小赛罗在地球练习奥特光球 不小心把方向瞄准到火星 认为贝利亚活该的 就给他扣3个狗头吧 谢谢大家